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講講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有什麼消息呢 烏鵝局勢現在又展開一個新的階段 究竟是什麼新階段呢 話說現在全球關注 俄羅斯總統普京為什麼乘飛機去美國 很多人說現在看到 航班追蹤到普京部專機 正在飛過去華盛頓 是不是找拜登聊天呢 因為現在有消息指出 這一場兵變 搞到俄羅斯來亂 幕後黑手是拜登 嘩 這樣就精彩過氣 如果是的話峰迴路轉又路轉 那現在普京是不是 拖行馬過去 找拜登晦氣還是講數呢 真搞笑 如果是這樣的話 稍後跟大家分析一下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另一則新聞 多倫多出了一位華裔市長 還要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士 這位人士是哪位呢 稍後我們介紹一下 他能夠成為多倫多第一位華裔市長 那他經歷過什麼 終於可以做到別人的市長 這麼厲害呢 那就介紹一下吧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 現在韓國爆蟲危機 什麼叫爆蟲危機呢 出現很多昆蟲 不理會隨時坐牢的 還有菲律賓方面的KK園區事件等等 那跟大家一起關注 請大家給個讚 提一下先 首先也會跟大家跟進了好消息 是不是算是好消息呢 華人之綱呢 在多倫多出現了一位新市長 也是史上第一名華裔市長 同時間也是首位有息族裔的市長 他叫做周志維 Oliver Choi 他原來是加拿大前國會議員 有人又說 他有什麼特別呢 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他在香港 土生土長 哦 那 香港出了一位市長 華裔市長在多倫多 這樣OK 那也是多倫多歷史上第一位 那是不是真的華人之綱呢 香港之綱呢 跟大家看一下 原來這一位 應該稱他就是多倫多市長 周志維 他在1957年出生 那 香港人 爸爸呢 就是公務員 曾經呢 做這個教育處的 那他到13歲的時候呢 跟著父母呢 移民去多倫多的 那初期呢 他就跟家人住在這個聖占士城 一間多層公寓 父母啊 就好像現在香港人移民一樣啊 去到當地呢 找不到理想職業啊 那這些事件 幾代人都是這樣的 你想啊 這位市長呢 華裔市長呢 周志維 周女士呢 他 他 他的爸爸 和他移民 去到加拿大 找不到工作 那你想想 隔了幾代啊 現在就是可能三代之後的香港人 再移民去世界各地 都是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啊 其實 歷史來的這些 有人說借鏡可以 他爸爸呢 只能夠駕駛的士 以及去中餐館 打工維生 其後呢 因為生活壓力 令到家庭暴力貧生 最後呢 父母分開 而他呢 跟著他媽媽一起住的 那他中學畢業之後呢 高中畢業之後呢 就去了多倫多大學 進修哲學和宗教 在這個安大略美術學院呢 學習這個雕塑 其後畢業在這個桂湖大學藝術系 那他從政之前呢 原來啊 在多倫多活然社區中心做事 那他協助華裔新移民和越南難民呢 就融入這個新環境啊 那一九八一年到八四年間呢 擔任這個新民主黨的 史巴丹拿選區國會議員鄧協的助理 那 那去到一八一九八五年呢 第一次出任這個公職 那 講到說去到一九九七年呢 那 成為 再度當選啊 他這個 叫做大多市市中心選區的議員 那 更加順利過度去到一九九八年呢 大多六市合併 首屆多倫多市議會啊 那更加呢 他成功在二千年到03年連任 那 那就厲害了 那 說到說他 他 原來呢 他除了在這個政壇上面 讀書那麼厲害 又經過了家 父母分離呢 原來他也是一位堅強的癌症鬥士的 他 憑著他的堅毅 還有 這些樂觀的性格 達官的性格 令到他呢 笑著對病魔 他在04年11月 驗出有甲狀腫腫瘤 做完手術休息了三天又繼續做 想不到 做完手術之後呢 不久呢 又發現了癌細胞 在05年2月再進行這個放射性典的治療 將剩餘的癌細胞呢 撤取 即是清除了 那麼更加 就說他呢 原來啊 事業愛情很厲害的 在06年 聯邦大選呢 拿到一個高票 就力壓對手 跟他丈夫林頓 成為加拿大國會 有史以來第二對夫妻檔 但是他老公呢 在11年就病世 15年 他也都再次患癌症了 那麼就 他致力 喚起公眾對癌症 女性暴力 新移民適應 以及心理健康的關注 哇 都幾厲害的 一個在抗癌鬥士 也都登上這個事業的高峰 出生在香港 有人就覺得 哇 真是不簡單 一個人經歷過這麼多病痛 他都排除萬難 那也是 可以借鏡 其實很多香港人 說很辛苦 移民到世界各地 搞不定 找不到工 回來香港 人家幾代之前都已經是這樣的了 好 另外也都會和大家看看 在菲律賓 再破獲這個 詐騙營 救出2700人 哇 超大型的詐騙營 這個一個 包括 中國越南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等等的不同公民 哇 很多人 說到菲律賓警方 在馬尼拉 幾座涉嫌人口販賣大樓 展開突擊行動 救出超過2700人 剛剛包括不同國籍的人士 他們多數都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被迫從事詐騙 並且被人限制人身自由 根據發生社的報道 菲律賓警方就說 他們在一座首都大樓 展開突擊行動 成功捉了很多人 原來 這群受害者 就在線上遊戲 招募玩家 就想著 在這些遊戲裡騙人 這樣 說到原來 他們被迫 受害人士 每日工作12個小時 每個月 都是賺到3400港幣 哇 多可憐 也是菲律賓 力尼 最大的打擊人口犯壞運動 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園區 你以為 剩下了 低調 不是沒有 剛剛我才收到那些 又消費券那些 五字頭打來的 又裝了 又說你那些異常 真的 浪費 所以 這些大家真的要留意 這是防不勝防 大家真的 時刻要警惕 另外 跟大家看看 雖然 烏蛾局勢 大家好像剩下了 沒什麼花生炒 炒不香 但是現在 又出現了消息 令人覺得 是不是有些奇怪 在一個叫做 第一波完了之後 出現第二波 因為 有 這些飛機 航班追蹤的網站 有人發現 現在 普京的專機 好像在飛過去 美國 會面 拜登 那 航班網站 揭露 他的專機 在飛去美國 網民就覺得 整件事是飛比尋常 沒理由會這樣的 因為有消息指出 美國是幕後 這一場 俄羅斯叛亂的搞手 如果 就算是真的 普京會不會特地飛過去 普京有很多方法 例如派很多 飛彈 飛機 戰機 要不要自己飛去找拜登 聊天 現在都很奇怪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在航班追蹤網站 看到有三架俄羅斯 總統專機 在 香港 昨天下午 由莫斯科 起飛 而其中一架編號為 RSD-898的總統專機 目的地更加是 美國白宮所在的 華盛頓 大家 引起一個熱哄哄 究竟 普京有什麼急事 連電話都不打 直接飛過去美國 找那些專程拜訪拜登 有人覺得 不尋常 絕不尋常 俄羅斯飛機飛去美國 已經是一個 很不尋常 你也知道 不給的 但是 現在連總統專機都飛過去 究竟是什麼事呢 根據資料顯示 這部飛機 就由莫斯科時間 上午9點27分 起飛 預計 在香港時間 應該是凌晨 會準備抵達華府的 但是沒有詳細航班 和旅客資料 這個非常之奇怪 是不是 有人就覺得 會不會是一些惡作劇呢 可能是俄羅斯政府的惡作劇 這件事 要考慮研究一下 另外 也有指出 現在 普京調查 阿加納 因為 他說 國家一年 給79億 那些錢 要去哪裡 你回頭反我 好像不適合我 養你 這次真的是狗咬 女動斌 養狼狗 咬什麼 咬鑲鑲 養狼狗 咬鑲鑲 這麼嚴重 那就很嚴重 那怎麼辦 另外一件事 美國國務院 就說希望引導普利高津去美國 為什麼要引導普利高津去美國 我覺得奇怪 關美國什麼事 我們看看 為什麼會無端端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 希望可以引導她過去 根據美國國務院網站發布新聞稿指出 在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及到,美國特別檢察官米勒認為,普利高津跟16年美國總統選舉時通俄門有關 美國是否打算拉入普利高津呢? 米勒回應,美國和白俄羅斯沒有引渡條約,不會談論這個執法問題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普利高津出現在我們有關簽譽引渡條約的國家的時候 希望美國這些盟友就可以抓他,將他起訴 我這樣,嚇死我嗎?我以為人家兵變內部的事 美國為甚麼要引渡普利高津呢?我以為他拳頭這麼大,大到這樣 原來沒有關係,通俄門的 講到通俄門,也可以說一下特朗普 特朗普早前不是有些機密文件問題嗎? 現在竟然爆出一些錄音出來 就說,原來download Trump和人開心share機密文件? 更加涉及國防部的攻擊計劃 你真的膽敢死,他真的甚麼都可以拿出來說 他不怕被人知道國家機密,在他眼中可能沒有機密 這些都是換權力,換錢的工具 可能是,因為download Trump之前被人告了37條控罪 就說他私藏政府的機密文件 美國傳媒拿到他和其他人交談的錄音 而錄音當中聽到,就在揭紙的聲音 download Trump就說,不好意思,你那張紙的頁數有錯 更加跟對方說,這些是高度機密文件 這段錄音,有人覺得可以推翻他之前接受訪問 否認保存有機密文件 而說到錄音當中,Donald Trump有提及過 說這些機密文件是軍方給他的 作為總統的時候可以解密,雖然現在不可以 所以這些文件屬於機密的 而Donald Trump也在對話當中談及國防部攻擊計劃 就是這些文件 那不斷正? 不是吧? 那會不會呢?那些錄音是從哪裏拿出來的? 其實Donald Trump自己被人裝了彈弓都不知道? 可能是的,有心裝了他也不奇怪 可能有人問他,有什麼好資料? 真的有,被人這樣爆出來 不知道Donald Trump現在怎麼拆了 儘管看看吧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看俄羅斯和烏蘭 這場局勢,隨著這個兵變的感覺上 好像緩和了下來 當然不是 沒停過 原來說到烏蘭鬧市 有餐廳被兩枚俄羅斯導彈打中 造成至少四死四十二傷 真可憐 苦料的都是平民的 烏克蘭的頓列茨克州長 基里連科表示 有兩飛俄羅斯導彈打中他們 烏克蘭東部城鎮 克拉馬托爾斯克一間熱鬧的餐廳 救援人員在現場協助傷者 烏克蘭警方表示 事件造成四個人死亡 四十二個人受傷 包括一名兒童 真可憐 真的出事 這件事 原來這間餐廳很受當地的士兵的歡迎 我懷疑 烏克蘭指出 俄羅斯是否有意 這樣打下去 看他不順眼 但無論如何 不應該打一些平民的地方 不過也不能說不應該 打仗本身不應該 另外和大家看看韓國首爾爆蟲蟲危機 嘩好可憐 是不是有些末日的東西降臨呢 那說到說 那些蟲當街在搞事 那些市民瘋了 那些蟲搞事都看得到 這麼厲害 拿個放大鏡來看看 原來說現在近日 韓國受到蟲蟲襲擊 很多民眾 很多居民在這條街 在這條路邊 都可以看到一種叫做愛情蟲交配 嘩這麼恐怖 專家就指出 這種蟲對人類就沒有直接危險 更加幫助淨化環境的益蟲 但是 說到說 由於昆蟲大量出現 繁殖 再加上本身外觀都不是很漂亮 所以很多市民 就投訴他們 就更加有網民 抱怨 他們預約 不如給房間預約 不要在這條街上預約 行不行 好噁心 那倒是 無管動 原來愛情蟲 分佈在中國的南部 我們也可能有見過 日本的沖繩 就是這樣 沒有毒 不會咬人 也沒有疾病傳播 在人類角度 更加是益蟲 因為他會吃爛雜草 可以幫助花 播放這些花粉 但是他外表很像蟑螂 真可憐 好像有烏鷹頭 又不像蟑螂 紅色的頭 不過 飛蟲的東西 很令人無管動 看得多 看得太多的時候 就頂不住了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芬蘭 大家可能在世界各地玩的時候要留意 就說 他們的觀光聖地推出這個手機禁令 這次廈門搞過馬路低頭俗 不給玩手機 現在說到在芬蘭觀光聖地烏爾科 塔米奧島 這個旅遊部門 打算在夏天推出這個手機禁令 鼓勵遊客把手機和這些電子產品收起 暫時遠離社交媒體 專心享受大自然 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沒有手機的旅遊地點 有人就說不行 拍照嘛 我用Artline 那不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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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沒有拍的 那怎麼辦 有數碼相機的 是不是 不一定要用電話 大家忘記了 看來忘記了 有數碼相機這家伙 那就不奇怪 除了說芬蘭有這些新的禁令 想著搞 新加坡也有些新的禁令 那說到說 大家要留意 如果不是一會兒就 新加坡現在推出 出了十條新的法例 那你之前要留意 如果不是 隨時 罰款之餘 更加要坐牢 是的 我們之前說過 新加坡環境局 推出了一個叫做 你自己 收拾你自己的餐盤 那些東西 那說到說 將會 嚴厲執行 那就說 根據他們 新加坡環境公共衛衛生法 第十七 第十七 括弧一條 在餐桌上面亂丟垃圾 屬於亂拋垃圾的行為 哇 這樣啊 你不要以為 在桌上丟垃圾就沒事 在桌上丟垃圾都不行 這樣 那就會罰的 知道嗎 那就更加不可以 在人家的桌上 留下任何所有的垃圾 好 第二 就是 原來 你亂用Wi-Fi 也會用東西 根據他們的計算機濫用和 網絡安全法 就說 借用附近不安全的網絡互聯 被燒 黑客行為 即是 如果 有一些Wi-Fi 沒有密碼的 那你駁進去 那你就不行了 是啊 那你就 你就犯法了 就說 最高刑罰會罰一萬美金 甚至乎坐三年牢 哇 真是恐怖 是啊 第三樣東西 根據他們 酒類管制 供應消費法 就說 如果 你在 晚上 喝酒 原來是會罰的 原來在晚上 即是說 現在說到 之前 在二三年三月 就是說 晚上十點半到第二天 七點鐘 不可以在公共場所喝酒 晚上十一點五十九分到第二天 凌晨六點鐘 不得所有 在所有執照場所喝酒 啊 那就是告訴你 你不可以隨便喝酒 要不然 就犯法 隨時又要坐牢 好了 這件事 我覺得應該香港也要跟 什麼事 就是說 不洗廁所 根據環境公共衛生公共清潔條例第十六條 在新加坡不洗廁所 不單是違反例子 更加觸犯法例 罰款 八一元美金 是啊 說到警察會在廁所使用後進行例行檢查 如果你們在某個廁所收到投訴 會裝CCTV 會裝CCTV 會捉人的 這樣 所以說了給大家聽 有些了道 好了 另外就是在公共場所唱歌也不可以 對 因為造成滋擾 這些也對 有些人 戴著耳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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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好意思 你回家唱 好了 第六點就是 一樣 在香港一樣 在地鐵裡面是不可以吃東西 那說到說 嗯 不可以帶榴槤 啊 是啊 在新加坡 因為氣味影響到別人了 那更加 香口膠也是不行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那除了香口膠之外 原來啊 所有手槍型的打貨機都是不行的 你不要以為 很過癮 隨時 你就是 捉你罰你 好 那更加不可以餵動物 餵流浪 貓狗 那 隨處吸煙都一樣 那更加放風箏 也不可以到處放 所以大家 去新加坡玩的時候 要多加留意 你不要以為 有些事情 呃 做了不覺的 我試不充斥 沒有人知道的 隨時抓你 真是見一鎊 打一鎊 好 另外也和大家看看一件 哎呀 可惡事 在美國 內布拉斯加州 一對戀人 在上個星期 剛剛舉辦了婚禮 說到 兩個人在親友見證下 互取終身 誰不知 48歲 新郎 戴維斯 對著新娘子 說完我願意之後 就暈倒 送去醫院之後 被宣佈 因為血山死亡 新娘子 做了十分鐘人妻 就馬上做寡婦了 你真是恐怖 是啊 有人就說 是不是太開心 血上升 不知道 知道了 因為有人 覺得 唉 真的很可惜 人生的事情就是這樣 結婚開心的日子 突然之間說完 我願意 就留下了 就拜拜了 也有親友 表示 其實這一天 是這位新郎哥 一生最快樂的日子 能夠看到他面上笑容 多開心 但是 在兩眼最幸福的一天 變成悲劇 真是可憐 由於兩個人 本身有小孩 現在說到眾籌 希望可以幫 這位 新娘子 可以 有些叫做 臉葬肺 養育肺 幫他們 這樣 這個世界 真的 有時候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 另外 跟大家看一下 這些劣質的事情 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為 說到在羅馬鬥秀場 現在有遊客 被發現 在別人的古蹟上面 黑字 到此一遊 那些 愛珠珠 那些 其實很黑衡生 不知道為什麼要在 別人的遺跡 這些 有歷史價值的事情上面 要把人刁破你的名字 刁破你的名字 刁破你的名字 刁破你和誰來過 有什麼意義 你現在科技這麼發大 用AI去做 用不需要這樣 現在加拿大政府 就說到說 嚴懲 抓到一定要打 這樣 因為現在他們發現到 在羅馬鬥秀場 發現到有人 塗鴉 那 究竟 是不是華人 當然不是 因為這個是外國人 在Twitter上面 有人看到 這個遊客 在6月23日 在羅馬競技場 有2000年歷史 用鎖匙 在專場上面 寫了他和他女朋友的名字 那 拍片者 又用英文罵他 大家一聲 笑著 都不理他 好了 那這件事件 應該就被人 點了上 預計就會抓他 所以不要說 這些劣性 一定是哪些國家 哪些人 全世界都有 這些劣質人 一樣的 好 好 不識 他們不理智 甚至乎 不知道 喜歡做什麼 大地任我行 罰他 這麼喜歡 雕花 踏石仔 另外更加說 在巴塞羅 加泰羅尼亞廣場 出現這個火車站炸彈 哇 這麼恐怖 因為有保安員在垃圾桶附近 聽到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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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 而說到 更加發現了 一件東西 前有電線 前有布 就懷疑是炸彈 所以當地 立即派出拆彈小組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能 假的 應該是 不然一早爆了 這個世界 真的 非常之 很多古靈精怪 好 今集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東西 拜拜